那有空的話可以先上庭 因為大家可以先上庭 黃森委員還有我們副理 在現場還有視訊班的各位長官還有職員 大家午安 今天大家在這個有點濕冷 體檢的溫度大概14度 我們以後能夠聚在一起 我們來聆聽兩位長得到的序有 這個深刻意義的一個演講 就是全球統一的永續營 SDGs 從防疫為起點來看台灣的實踐 那黃森偉委員從2016年的10月 擔任行政院的數位子偉委員 那負責開放政府 社會創新還有新年參與等業務 那透過從自己辦公室做起的方式 像同仁 事辦如何運動數位科技 達到簡化行政流程 提升討論的品質 還有這個透明布等 那過去 鄭委也參加過 國際交流行政院 虛擬世界法規導師 計畫顧問等等 那另外也是那個臨時政府 網路社群的專案獲獻者 也積極參與線上訪回 訪回平台 We Taiwan的相關活動 希望能夠透過多元 多通管道的建立 協助產出 宣核 多方利害的關係 倆的期待 也更能夠貼近 實際需求的訪問內容 那在國際交流 鄭委員 跟全球各級政府 在數位治理領域 保持著合作的關係 持續累積開放政府外交 數位外交的經驗成果 在今年 你們新冠肺炎爆發的事情 那鄭委更是透過科技建立的 防疫標準 操作程序分享經驗 協助民間工程師 來建立口罩地圖的APPO 確保每個人 可以公平的 就近在住家附近的 這個藥局去得醫療口罩 那我們這次非常榮幸 能夠邀請到鄭委員來 就SDGs跟防疫的結合 來跟我們分享這個主題 現在是不是用肺內的掌聲 現在來歡迎阿壯 謝謝 好 那在遠端跟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在接下來兩小時裡面 那中間是不休息 大家歡迎這個 就是自由進出 那我的講的內容 各位如果看過 Youtube上的講的話 是由各位來決定的 那這個也是 所謂用自己來當作示範的意思 就是 常常會有朋友覺得說 欸 網友如果匿名留言的話 會難以招架喔 那所以各位就來 分享一下匿名留言的網友參看 那所以 如果能夠掃QR Code的話 我們掃這個QR Code 如果掃不到QR Code的話呢 也可以手動的輸入 那如果是 slib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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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 1202b 也是可以的 請 不用輸入 那如果剛好沒有帶任何這個電腦 或者手機裝置 那我們知道剛剛有這個數位麥克風 數位其實不只一位 有很多個麥克風也歡迎舉手 那舉手的話呢 就以示麥克風應該是可以遞給大家 大家可以直接對談 舉手的優先順序喔 是靠貨音上面的優先順序 那不過我們都知道說 內銘留言的好處 就是可以想到什麼 就問什麼 舉手的話 有時候會打個L7折啊 有時候要考慮到這個 就是找禮貌啊等等啊 那但是這個網友呢 就不用再管這個了 所以就是想到什麼 就是問什麼 那問問題呢 有兩個 這個空間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是說可以按讚 好比像說目前 歡迎大師立靈 就有四個讚 那12021呢 目前只有0個讚 那所以這樣子我就知道說 至少有五個六個人 願意這個 要我念出 歡迎大師立靈 之六個字 那就看這個 我要怎樣回應啊 對不對 那我的回應就是說 也非常高興跟大家分享 這樣就可以了 我就把它收起來 然後 那12021 確實沒有錯 表示聽到 12021是這次房間的代碼 我把它收起來 那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你不用打斷我 就可以提問題 如果有人拿著麥克風問問題 你也不用打斷他 你也可以提問題 按讚數量高的 反正我就先回答 數量低的 可能只有一個人感興趣 我就後面再回答 那最新的問題呢 會跑在這個螢幕的右下角 有的時候最新的問題呢 你在通過的時候 可以先跟左鱗 右設拉票 這個時候票數就變得比較高 那有的時候呢 其實最新的問題 是拿來當作 程序動力使用 好比像說 我們兩個會場中間連線 如果比較 就是不怎麼樣的話 不只兩個了 就是十幾個會場中間 那連線問題 可以透過這個來反應 那又或者說 冷氣太冷了 冷氣不夠冷 冷氣不夠冷 今天體感問題 有點比較冷的 都可以 有的時候在底下 最新的留言區 我們自己聊天聊起來 這個是屬於正常能量施放的 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那為什麼 我們一開始要講這麼多 就是因為說 各位的手機 在長達兩小時的討論裡面 是任何教學者 最大的一個敵人 因為大家大概到第20分鐘 的時候就一定會滑手機 這是人生場的情況 那大部分的朋友呢 如果你20分鐘 不讓他滑手機 不讓他有個東西 可以按讚的話 那注意力呢 就會開始 這個有點飄逝 到40分鐘 還不給他有東西按讚 的時候會開始發抖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一個情況 那是屬於一種文明病 那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一開始就把 按壓的手機 變成了教具的一部分 所以這樣子的話 大家想要拖幾個數字 1 2 0 2 1 這樣子馬上螢幕上面就看到 心裡面就有 馬上就叫 Instagraphication 就是馬上就很開心 那這個比起呢 你跑去LINE 跑去Instagram 跑去DK 跑去其他地方 你更瞬間的得到回饋 所以大家注意 就比較是會在 我們正在討論的事情上面 而不是變成 你旁邊的人在那邊看到 你實在說 上面有個笑話好好笑喔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會被他的註定 就會帶過去 所以長時間的演講 我都是用slido來進行的 那不過呢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大家如果不問問題的話 那我也就沒有東西可以講 所以我要先講在前面 如果兩小時中間 完全上面到零個問題 而且也沒有人要舉手 問三次都沒有任何人問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會提早結束 所以如果想要再次提早結束的話 最好現在開始想一些東西 投上去 因為現在上面只有一個問題 我回答完 就結束了 那我們正式開始了 正式開始 有三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自從2008年比特幣問世以來 分散商品技術 也就是俗鄉的區塊鏈 已經擴大運用到 我們像說金融、娛樂、物流、能源、保險、醫療、小償款等等的這些領域喔 那我們現在呢 已經正式從盤阻的階段 開始到了實際應用的一個階段 但是迄今呢 都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商業應用 它可能的原因呢 是什麼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我們創新呢 就是在講科技 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是想到自然科學 然後在產業應用的產業技術 就是自然科學產業技術 好像聽到科技兩個字 自動就往這個方向想 所以這個問題它後面是這樣子的設定 但是呢 其實社會科學也是科學 社會組織的技術也是技術 不要說別人 光是有一個警號這個主題標籤 它就是一個社會雙型 它就是一種科技 這個警號叫做Hashtag 中文翻譯主題標籤 應該有用過吧 這個是2007年Christmasina發明的 當它發明這個的時候呢 不管說Twitter還是線上任何的論文 都很有支援警號的這個功能 所以它是手動的 就是提到某一個活動的時候 在它每一則推文裡面 手動的把這個警號 這個符片 警號Barcamp加上去 那它就說服參加同一個活動的所有人 或這些文章的時候 或這些部落格的時候 或這些推特的時候 都用同一個警號這個Barcamp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檢索的時候 你可以好像一個虛擬的一個頻道一樣 這些人彼此之間不用互相認識 就可以來討論同一個體驗 當它發明這個的時候呢 它的想法其實非常的單純 但是參加的人 來自各方面科研 所以裡面呢 有一個人之後回去之後呢 它碰到一次好像是火災 所以在救難的時候 它就用同一個這個警號 馬上就把很多義勇軍都結合在一起 發現它有救災的這些方面的應用 那後來當然就有各種各樣的應用都出現了 可是呢 Christmas dinner 有沒有賺一毛錢的 沒有賺一毛錢喔 它也沒有把它申請一個專利 它也沒有什麼主張說 有推特要實作這個警號按下去 會往出主題道歉 它要告推特要 也沒有這些事情啊 這是一個開放式的一個社會創刑 那這個社會創刑傳到了台灣 我們也常常用警號 但是我們的用法呢 跟當年的用法完全不一樣 我們是把它當作粗體來使用 在Facebook的時候 很多人看到Facebook的貼文 它最後呢會畫重點 然後呢 那一行重點是前面加一個警號 又會變成藍色的字 或粗體的字 然後呢 看起來好像很重要的樣子 所以警號在我們這邊 變成了強調重點的意思 以及跟本來那一個hashtag的用法 已經完全沒有什麼 任何管理 所以這可見的社會創刑 跟產業創刑 非常的不同 就是它同樣是Actionable 你可以來應用這個創刑 但實在它是Connected 就是每個用的人 不管它是哪一個社會的任何部門 它都可以使用 而且Extensible 每個人拿去做什麼用 不是本來發明的人管得了我們事情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對社會當然有鴻鴻利益嘛 可能好比想說救災 因為這樣多救了幾個人 或者是說 因為你打了幾號 畫重點 更多人看你 投出來的文章啊 這些當然都是有社會的意義 但是在中間沒有任何人賺到一毛錢 所以要了解到說 就是社會狀況辦來就是這樣子 它可以幫大家省畢 可以幫大家降低風險 可以幫大家省錢 可以增進彼此的信任 但是這些都是非常難以貨幣化 或許可以變化了 但是比較難貨幣化的一些效應 關於貨幣化和變化 各位都是行家 所以我們要辦得弄火喔 但是這個要一開始就講清楚 所以分散市場的也是類似像 例如像說開放原始碼 主題標籤 全球資訊網等等的 這樣子一些社會創新的技術 它一開始設計出來 就不是為了要所謂的大規模的商業應用 而是為了要進一步的去降低那種 好像幾方彼此之間不太互相相信 那想要有一個比較便宜的系統 讓大家互相相信給出交代 變得比較容易 稍微容易一點點 大概就是解決到這個程度的問題而已 那當然呢 我們在業界有所謂的hyper curve 就是有時候都會有些關鍵字被炒作 所以區塊鏈就是最被炒作的一個字 在兩年前或者三年前 但是呢 這個炒作跟底下的這個社會公益的這個目的 分散市場的 是沒有關聯的 它炒作可能是 就是它想要 你知道瘦哥啊 韭菜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這些 當然是有他們自己的這樣子的概念啊 但是除非你處在一個中央銀行 幾乎沒有什麼作用 大家都不相信法幣 然後偽超猖獗 然後等等的這種情況下 那當然就是 因為它是補足的不足嘛 好像是 然後我們家裝線抗精那種 它是代替了一個本來中央銀行 一個要代替的角色 但是在我們這邊中央銀行 顯然大家是滿信任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它本來就不太可能 來代替這種 就是集中式的技能 它就是用分散式的方式 讓大家給出交代責性的成分 稍微減低一些 那這是我覺得特有的原因 簡單來講 就是中央銀行公信品太好了 如果中央銀行公信品差一點的話 我們這邊的利用可能會很多的 但是中央銀行公信品一直都滿好的 所以它就沒有辦法去取代掉中央銀行 好 那有這個十八位朋友們問說 他這位今年早先接受外媒專訪的時候表示 所謂分子上的 其實我都是不講區塊鏈的 因為區塊鏈是實作帳本的一種方法而已 就好像說 我說搜尋引擎很有用 那這是一種方面的問題 我說Google很棒 所以就好像有一點點問題 因為比Google更好的搜尋引擎 也是會出現的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如果特別講Google很棒 那好像是說 Google後面就不會有更好的搜尋引擎了 那這個是有很大的風險的 那所以同樣的 我都是說分散式帳本 因為這是一個neutral term 比區塊鏈更好的分散式帳本 也有很多人在研發 那所以等到他們研發出來 這還是帳本 那但是就不是區塊鏈了嘛 所以我們就說分散式帳本 非常前途 那所以在跨部門之間 我們可以給出交代 所謂的問責制 得到所謂的正當性 認受性 合法性 很多講法 legitimacy 這種低成本的解決方案 那當然以審計來講 給出交代 這個建立正當性 問責合法 這當然也是各位的專業了 那所以對於審計單位來導入分散式帳本 我們每一年都會在這邊舉辦很多的活動 那今年有一個活動就是總統 培黑客送 其實可能樹林在場 有人曾經參加過了 那總統培黑客送的題目 就是在永續發展目標裡面 挑出任何人覺得值得解決的這個目標 然後呢大家用新的投票方法 叫平方投票法來投票 投票這個最高票的前二十隊或前二十四隊 就可以獲得三個月左右的輔導期 讓他們去找到跨社會部門 公務門 跟經濟部門的這個協作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大家最想要組成的資料協作關係 是怎麼樣子的一個關係 這裡面就有分散式帳的 可以按援的角色 我現在設的介紹圖 是民生公共物聯網的資料協作關係圖 民生公共物聯網就是對於 話比像說地震 大家如果不是國家級的邊緣 可能都有收到過地震的這個預警 就是在地震前四秒 可能你的手機就會響起來 現在好像已經到七秒了 但是無論如何地震前幾秒 你的手機理論上會響起來 然後 而且有護士支援人看 他可以給電梯看 然後還趕快停到一個樓層 然後停在那邊 然後開門等等 那這是沒有幫助 那當然還有包含 好比像說空氣品質啊 或者是說水品質啊 或者等等的這些啊 防災救災啊等等 那都是採取這樣子分散式的資料搜集 當你是分散式資料搜集的時候 一定會碰到 就是每一個寫入者 不一定信任彼此的這樣一個狀況 那這個時候分散式帳本技術就很有用 舉例來講 在裡面這個地水空在裡面空的這個部分 它一開始為什麼會有這個部分呢 就是因為民間自己才有一個叫做空氣盒子 這樣一個技術 每一個很便宜 好像兩千多塊左右吧 兩千塊 那再加上 因為台灣這邊寬品啊 是這個沒有編輯成本 你用多少一個月都是499塊 所以這不是故意的啊 但是反正最後就變成這樣 那所以就是因為499之外的關係喔 那所以就變成你整天開在那邊上傳 不知道多少資料都無所謂 因為反正你已經付了499塊嘛 當然多用一點啊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任何的地方 只要對於空氣品質關心的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密集表示越關心喔 那這些朋友都可以很自由的 在自己的陽台 或者是如果他是學校教還教的 或者是教資料推學的老師 跟著學生一起在校園裡面 去放像是一種PM2.5空氣偵測的 這樣一種資料搜集的設備 那這些設備呢 有一個好處就是它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你只要覺得哪邊可能要從情況去問 你就去那邊掛眼就是了嘛 那大家不知道小的時候 有沒有養過殘寶 有一陣子是在自然科學課嗎 或是之類的 會有一段養殘寶這段過程 那為什麼就覺得自然科學 生命科學有很多的概念 你如果沒有實質的一個效益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課本裡面在講什麼 那同樣的道理 當我們要教怎麼樣給出交代 就是問責 怎麼樣去讓別人能夠相信自己的數據 所謂的正當性的時候 你手上沒有一個資料搜集的裝置 其實是這些概念完全沒有辦法爽受的 你沒有辦法衝向的了解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呢 在生理國家課稿裡面 其實不是講說媒體試讀啊 資料試讀啊 Literacy而已 我們是在講說媒體素養 confidence 資料素養 那有什麼差別 Literacy就是別人搜集的 你只是看而已 你只是了解他而已 competence就是你也可以搜集 你也可以發表 你就是自媒體 那所以這個呢 是環教的一個很好的教材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呢 就有一些常用 運用了 Literacy 那原可來講 它不是區塊鏈 它是另外一種基礎 但是它也是分散式帳本 所以它就是運用這種分散式帳本 去確保說沒有任何人能夠回溯 好像到這個回到過去呢 偏能那種有一個旋轉 回到過去去篡改以前的資料 每一次每一個空氣盒子寫出這樣子的資料 就會在Literacy 分散式帳本裡面留下一個相應的這個紀錄 這樣是什麼好處呢 這樣就是民間會有很多 像有之前有叫子報在哪裡 有報子的報嘛 就是讓大家看到歷史上面 什麼時候有過空氣污染 那這個很多的環環 等等用這個來去施價 不管地方證明 還是重要證明的壓力 讓我們改善陽證 空氣品質等等 經驗其實真的改善蠻多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就可以說 把大家的資料團結在一起 它的正當性 彼此之間的正當性都變高 然後呢 因為有得出交代 所以民間變得比較相信這些 而比較不相信 更精確的環包書的策展 所以這個顯然是一個 允許正當性的一個方法 那環包書我記得在這張圖 製程的時候 好像只有80幾個策展 所以雖然都很精確 可是離大家家裡是很遠 所以這樣的話 我也可以相信 旁邊的小學老師嘛 也不會相信 離我很遠的環包書的策展 所以它就對環包書 造成一個正當性的危機 那這個時候呢 我在聯合國 或者相關的周邊的 會議分享的時候 很多 尤其是我們印太地區的國家 就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政府 會放任這種東西 也就是說 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不要說可能到兩千個 現在已經上了 200個 這個計劃組成 就會被請缺和查 那如果他不加入政府的話 明天就消失了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種東西 結果政府才沒有正當性 民間沒有這種正當性 這是沒有辦法忍受的 那在 像說北京 北京有很長一段時間在一起 這是唯一的一個 在運作的空隙盒子 是在美國大師傅的門口 而且他會自動拋到對面上 設立這個盒子的 叫Brand Custensen 林英傑 現在我們原題的處長 那所以這個時候 在那樣子的正體底下 能夠達到責性的 那可能就是後面要有 外交貿易的權 那實在我們這邊是不需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民主正體 我們對民間這種東西 一向都是抱持什麼 打負負就加入這樣子的一種態度 所以我真的打負負負負負負負責 所以後來就去跟他們談 那民間的很多很棒的組織者 這個 雲仲敬老師 沈靈志老師等等 這些老師們 他們後來就跟我們真的是談談 所以雲仲敬老師 是民生公共互聯網計劃的主持 他在第一期前戰 四年以來都是主持人 沈靈志老師 也幫到他多得忙 所以呢 他們就跟我們交換什麼 交換這張型 就是說 比如說他們知道先很高 他們願意用他們的這個技術 來幫助環保術 在這個缺的地方 或者移動式污染源的地方 也加入跟空氣盒子網路 大家共享同一個帳本 他們換什麼呢 有些工業區 小學老師是用到他進去的 那所以這些時候呢 只有政府的公權力能夠去量測 所以他要補上這個漏洞 怎麼辦呢 跟我們後來談一談 原來政府是有那個路燈的所有權 所以路燈上面就可以掛空氣盒子 那這個時候呢 大家各自的把各自的這個概念 把它拼圖拼在一起 但是如果他們當時不是有 用分散式帳本的儲存 如果不是有責心的技術 如果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是你選舉之前趕快去回溯改 以前的那個數字 那這樣的話 他們就很難取得 就是雙方彼此的現代 那進而變成 Beta Collaborative 就是資料協作的這樣子一個關係 所以我只講這一個例子了 來講說跨部門之間 這裡講不是政府部門 而是社會部門跟工部門之間 以及當然後來工業區也加入 所以跟經濟部門之間 互相擇行的這樣子一種披生的解決方案 那回來就是說 那如果各位在審計單位 導入這樣子的技術 有沒有請到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分散式帳本技術 它分成彼此之間都已經知道的 然後我們只是互相交換 很像Suite轉帳系統那樣子 那個叫做撕裂 就是只有會員可以加入 那另外一個就是往外面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雖然不一定能夠寫入 叫做攻略 那撕裂的這個技術 其實是非常慎盛 但是它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分散式帳本 它就是多中心化的一個帳本 每一個中心都有其他中心的資料 誰算改就會被其他人發現 這個是已經成修的技術 所以你如果要用 那你就使用 就使用 那反過來講 攻略的這邊的基礎 目前大家都在研發當中 所以你如果要使用攻略的話 它不會是你的主要帳本 你自己手上還是有一份帳本 但是在攻略上面帶分的好處就是 大家在存去的時候 不會花到你的平環 如果真的發生什麼爭議的時候 他們自己在這個鏈上面 有一些糾紛解決的機制 所謂智慧合約制合約等等 那這個可以一大程度上面 把運算資源分散到這個全世界 那你自己呢 不用吸收全部的運算資源 那但是到最後 真的是 這本帳到底是誰說的算 土帳在哪裡 還是要在你自己家裡 如果你是用攻略的話 那這是我具體的建議 這是一個比較保守的建議 也有一些朋友覺得說 那我什麼東西多放 攻略算喔 但是如果攻略自己分岔掉了 或者是以太方2.0升級 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了 但是還沒有完全成功等等的話 那這個就會造成很多的負擔 更何況 因為以太方2.0升級 還沒有完全成功 所以你在用全世界的運算的時候 它也不是沒有這個自由度 就是它對就是全球的暖化 也是稍微有貢獻喔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會在良心上面 當然都是 是把它當作 就是一份擇性的副本來使用 而不是真的主帳都放在上面 大家也可以稍微減緩一下地球暖化 那不過當然就是以太方2.0 如果真的升級完職之後 大概就沒有這個問題 有十九位朋友們問說 所謂的數位身份證 也就是期待身份證 期待它 會不會發生個資外洩的問題 這個個案寫的很有意思 那如何說服民眾接受這項政策 其實我們目前的期待它 並不是要說服民眾接受 大家手上的六代卡 就是現有的身份證 至少用個三年 都還沒有問題 那這個三年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當時防偽的技術的年限 其實它只保護十年 也就是到2016年 那2016年之後 它防偽等級 就越來越 實務上面 越來越容易偽造 到現在偽造的風險已經滿高了 那大概再過三年的話 幾乎偽造是不太需要什麼成分的 所以就是當時為什麼內政部 想要規劃幾代卡 最初的那個初心 就是因為六代卡 甚至已經不被金融單位 跟這個電信單位相信了 你必須要另外再拿一個證件 它才讓你開戶 或者是辦人號 就是所謂的雙證件 那這樣子的話 內政部長此以後 它的責性的程度 它的正當性 就會要靠外交部跟健保署來確保 小房哪裡怪怪的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它的做法就是說 那我至少要提高到 跟外交部的那個護照 而且外交部這個 你知道護照防衛等級 應該是滿高的 有一個ICAL的這個標準吧 所以他說好 那我就提升到ICAL的標準的防衛 不過呢 他們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其實可能剛初不一定有想到 ICAL的防衛的金本 就已經接近八百多塊了 那所以呢 你換一個身份證 就是要換那麼多錢 那這是沒有辦法實行的 那成分就是這樣子 你就算晶片不使用 光是卡提的方位 化石的成分 等等這些成分 它就是這麼高 那所以好吧 那所以它就硬的頭皮 變了一大筆預算 因為每一個 你總要讓它的工延費的患症了 那所以 這是我們目前的情況 所以我們並不是要說服民眾 接受這項政策 我們純粹要講的事情就是說 手上的這個六代卡 手上的六代卡 就真的已經不行了 那大家勉強再用個三分 可能上路 這樣子 那期待卡就還不錯 那它就剛好跟護照理方安全全 那其實全部講完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現在當然大家還是有一些疑慮 最主要的疑慮是什麼呢 有一些朋友還記得 二十年前的那個叫做國民卡 那這個其實我已經不太記得了 那但是還有朋友其實記得了 當時的概念是什麼 是多卡合理 把健保卡也整合進來 把家照也整合進來 反正你想像不到了 學生證 可能除了護照之外 全部都成了進來 那當然這個有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次的違法裡面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多卡合理 因為我們用的授權是護照 護照法 護照法的情況就是 內政護自己發的東西 所以除了內政護照 它說可以選擇性的啟用 而且我還不會去啟用 自然的評證 沒有情況上自然的評證 那其他的別的護會的 任何成縣任何卡 跟這張卡都沒有關係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當然那個多卡合理的疑慮 像說我把身份證換成給別人 他拿了我把他拿到健保卡 去取得我的醫療紀錄 的這種疑慮 當然就自然不見了 因為還是有錢包很大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自主選擇吧 還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從就是 今天的直播 大概也可以看到 就是絕大部分的朋友 認為說 那如果這只是一張卡 會比較好 而且我還可以選擇 要價或價自然任何平成不可 那除了就是 我要很小心的不要那麼丟它 因為換卡真的蠻貴的之外 那好像也沒有什麼 可以批評的地方 那主要的問題 所以還是說 以前那個多卡合理的那個概念 有些朋友腦裡面還有 那我們現在就是做故事 因為這次是戶籍法作為 這個法源依據 所以並沒有什麼多卡合理的問題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 六代卡上面的個資 確實很容易外形 六代卡我在這邊 並沒有它背面的 它背面的這個概念 它正面的個資是很還好 正面的多少個資 但是如果各位手上有六代卡的話 應該知道 翻到背面 它就不是只有你的個資 它還有別人的個資 就是父母的性命 配偶的性命 有時候用配偶的性命 加你的性命 就可以推測出你的性情 然後還有你的呼吸地址 就是住哪裡 等等 所以這一節就是說 有時候你只是想要驗神憤 或者進出他的登記 或者是旅館速度登記 但是它一翻過來 你立刻就看到壓力人的個資 所以這個時候 它是真的有個資外形的問題 而且現在因為 攝影機很普遍 就是手機就是攝影機 所以還會衍生出一些很糟糕的 好比像說 拍身分證背面 或者是硬身分證背面 這樣一種其實應該要禁止的事情 但是現在 大家都還是有在住 那但是 當你這個身分證背面 你被引申之後 基本上它要複製 或偶像來講 身分證幾乎沒有什麼困難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六代卡 它的各自外形的問題是非常嚴重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期待卡的設計 其實就非常的簡單 就是我們的正面 姓名正好生日相片沒有 背面本來是 什麼都沒有了 但是就是在 一些團體的 都要提示一下 最怕的是有這個狀態 但是你個人的客人 有結婚或者沒有結婚 但是它不涉及你的配偶的姓名 大概是這樣 所以現在就是說 即使你的七代卡 那就是不小心被別人看到了 那它全部就是 只會學到這五件事情而已 所有其他的都是放在晶片 那放在晶片 就剛好現在六代卡法面上的一樣 也沒有更多的部分 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想重點倒不是要 睡醒大家 接受這項層次 而是先去 好像清掉大家腦裡的快取 先把什麼六卡回壓 什麼全部都清掉 那清掉之後就會發現說 這真的就是一項 防護比較好的身分證 那它可以節省一些燈打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用晶片 那沒有人能夠強迫你用晶片 這邊明白這些 服務提供者不得強制要求 讀起晶片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直播大概也就是 我跟徐貴喔 部長的直播大概就是 講這件事情 有14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成立數位科技部的看法 我已經有科技部了 所以不需要成立數位科技部 雖然數位就是不止英文 所以好奇的科技部 好像不是這樣子 數位成為 好奇的成為 那我們現在在立法院 目前已經有兩個版本 一個版本叫做 數位發財部 那另外一個是叫做 數位治理委員會 和數位協調委員會 雖然一個叫數位部 一個叫數位委員會 兩個都有立委提案 那想必以後會有很多 立委來提案 那為什麼目前有這樣子的討論 就是因為組織法裡面 部跟會是顧一般的事情 那各位也是部門 對不對 所以是有執行的 有一些法定的義務 必須要執行 那當然也都有運算等等 那會呢 因為會的很多委員 大概就是各部的部長 所以會是用來協調的 他自己不在做什麼事情 但是他可以請其他的部 去執行這件事情 所以概念上都是會來協調 然後不來執行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數位相關的政策 它既有協調的這部分 我剛剛講到的分散式帳本 如果各部會要導入的話 那當然至少你要選擇 它一樣的這個協定 不然各做各的 這個分散式帳本 連帳本的協定都分散了 那就沒有任何帳本可言 所以它顯然有協調的部分 但是呢它也有執行的部分 你真的必須要去設計出這樣一條帳本 你必須要去跟廠商 去跟各界厲害的關係 實際溝通 要做出這樣子一個帳本的系統 所以它又必須要有些執行的成分 那所以它到底算是 有一點協調的部分 還是說有一點執行能力的會 那這個就是大家正在討論的事情 那我之前提過一個案 就是在內部討論的時候 我沒有人提過 所以這個案不會有問題 但是我們是分享一下的 就是行政院組織團裡面 除了把戶列出來 還有下一條把會列出來之外 你如果再往下輪到下一張 有另外一個主題 它叫做國立 物工 國務院 那國立 物工 國務院呢 它既不受戶的這個戒指 也不受會的戒指 它自己完全是自己一套 而且我每次去戶工 國務院 跟我們跟它合作很多數位 國務流程 我都要稱院長 所以感覺它比較大 可是沒有比較大 它也是那個成員的部分 那是愛情機關 那但是呢 因為它是國務院 所以它完全不受到 剛剛講的這些 出物為止的 通力的這個限制 愛怎麼寫 就怎麼寫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如果是叫做 國立 數位 國務院 或者是叫做 國立 未來 國務院 你知道一個戶工嗎 一個未來 感覺它就是 輪程 一個是過去 一個是未來 對對對 因為在很多國家 也是叫做未來 Manager of Future 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感覺就在對稱 而且也是 造型機構 有保留這個 工工的文化 但是我們也要 就是往未來來發展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棒 非常的對稱 不過我們的人事行政總數 十二十幾老師 並沒有真的理我 那也沒有 目前也沒有任何意味理我 所以這個就是 處於一個一家之眼的這個狀態 因為我們畢竟不是一大位 那所以我對於這個到底最後是 有一點點其他農業務 但是有一點點事情沒有 我個人沒有立場 我還是覺得說 叫我未來國務院 那有十方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網路逐漸發展 逐漸自由化 網軍 也就是所謂的網軍 無論是執政黨 在野黨 或者甚至是太平洋對戰的人類同胞 這語道不是太平洋對戰 台灣海峽對戰 這個人類同胞 都會在網路上面 來發表特定的議題 無論是正向 還是負向的議題 這種情況在未來 可能就會更普遍 除了培養自主的思考能力之外 還有什麼辦法 我們都讓自主思考能力比較弱 到底像說老人家的這些服務群 不要被這些假的議題 好像看到了 旁邊放一個他首席的照片 實際上就是盜圖 那他就相信了 謝謝 非常好的問題 我想這裡要先特別講說 就是網軍對我來講 在2013年以前 我一直都以為他是資安的那種做法 有攻擊能力 現在會叫做資貪變局 但是2014年的市長選舉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這兩次 就突然間改變了一次 就變成是在網路上面去 攻擊特定的人 或特定的族群作為出征 出征是2018年才流行起來 但是無論有論 就是說 就變成是一種攻擊性的言論 但是好吧 粉絲的這個定義是會改的 所以我們暫時先用後面 先不用前面的資安那一部分 那在資訊操作上面 就是運用攻擊性的言論 然後去想辦法讓議題失交 這確實是有網路以來就有的事情 但是現在在網路上面 制製的這麼嚴重 我想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說手機的螢幕 比電腦的螢幕要來很少 我們如果是在電腦上面 或者是在報紙上面 直的平板 像我這個平板上面看的話 那我看的時候 一方面可以做到平板報告 就是這邊這樣這個 這邊這樣這個 那二方面它也就比較完整的理解 就是我的視線可以看到 你看這個有什麼 是二廣字 那這二廣字裡面 就會有一個完整的脈絡 但是呢因為手機的螢幕相當小 那所以呢很多人只能看到它 三廣字 而且呢它不一定會往 這個上捲道去看剩下的字 為什麼因為很多在這三廣字旁邊 就已經有個分享的按鈕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它只看三廣字加一個圖片 那就會按分享 那為什麼因為一開始 它感覺到憤怒嗎 那憤怒就是感覺不好受 我把它分享出來 憤怒 anger 就變成憤慨 outrage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概念是什麼呢 就是增加這樣子一個 不實訊息的基本傳染數 基本傳染數現在大家應該都知道 叫做R值嘛 那所以就是如果平均一個人 會分享到三個人 那R值就是三嘛 就會造成大流行 那如果加這個概念 不是憤怒憤慨的概念 而只是好比像說 值得大家要好好討論 做比較理性的 那通常R值都異於你 就是平均起來 一個人不會分享 給超過一個人 此消理障之下 與理性的討論這部分呢 慢慢的呢 就沒有人分享啦 那分開義憤填膩的 完了分享 然後往下滑 會發現事情不是這樣 好像是標題殺人 但是我也不會取消掉分享 這話就有人康復了 但是它已經傳染出去了 那傳染出去之後 還是一樣造成大過行 所以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所以這邊所謂 培養自主思考能力 這當然很棒 就是好像說 有點像戴口罩請洗手啦 就是說 看到說先生呼吸一下 先不要急著按分享啊 等等 這些當然都很棒 但是畢竟 我們戴口罩請洗手 我們都知道 如果不是75%以上的人做的話 那還是沒有什麼用 那還是會流行 這個應該全世界都已經證明了 這件事情 所以媒體素養 非常重要 但是要75%的人都有 它才不會讓大家留心 所以我們要另外一個解決方案 另外一個解決方案是什麼 我們要解決這個 目前的肺炎病毒 除了戴口罩請洗手術之外 到底可以怎麼做的 就是使用疫苗啊 如果有75%以上的人 有接種過疫苗的話 那麼它也沒有再擴散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是這種心靈的流感的疫苗 這樣子的話 流感突變成嚴重肺炎的時候 大家就已經有一定的抗體 那我們要怎麼樣子 讓大家心裡面有抗體呢 就是需要有抗原嘛 抗原就是說 把這個病毒稍微弱化 然後把身體的黏力反應引導出來 那如果說這些所謂的攻擊性的網軍 它是所謂的反社會情緒迴路 就是如果有看過腦筋集穿外 裡面有五種基本的情緒 就是分別是 厭厭金金怒怒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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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提錯的話 那這個方面是有很堅實的科學技術 我知道它畫得很漂亮 對 那所以如果說反社會的這部分 網軍的這部分 就是剛剛講的 怒怒義憤天聽 怎麼可以有這麼不公義的事情 雖然是講到 那然後變成這個金金 這個現在再多傳出去啊 這個就完全會亡國啊 好那然後呢 厭厭然後就變成說 它另外一部分的人 雖然他說我們國民其實就是 不是國民啊 可能不是人啊 就是變成了兩極化的情況 所以你如果要對於這種病毒 研發疫苗的話 那你就要研發另外一個情緒的回路 就從那種 這件事情真的是它不公義 到悠悠 那大家一起來操心 擔心一下 那這件事怎麼樣又都要再發生 最後到樂樂就是說 原來可以這樣子啊 那我分享出去 真的是很開心啊 這樣子 那樂樂的傳播 其實比起諾諾來講 是比較泡銘的 所以呢 我們這邊就有一些樂樂的例子 因為今天這個聯想拍頭 還是有防疫 所以我是不可能不修這一張圖 好那這個就是我們目前 會服務正向防疫樂樂的代言人 不及代言狗 他叫做總裁 那總裁呢 是一隻很可愛的柴犬 那這隻柴犬呢 他住在一位服務大概只有兩個block的一個房間裡 那這個房間呢 跟他一起住的人呢 是我們會服務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開放政府聯絡人呢 就是在中文平台上面 有什麼快要爆炸的議題 他就要來下班發回應 或者是有什麼我們自己覺得快爆炸IT 也可以拋出來跟大家分享 為了會服務的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家庭 就有這樣子的交通 所以這樣子的好處是什麼 他不用像你台群術一樣 付錢給那些正版的圖庫 然後才能夠製作迷音 而是他只要從會服務的記者會 下班之後 甚至在上班時間 走路到旁邊回他家 請他的狗狗擺POSE 然後拍照片 他就有一張鼻子就出現了 那這一個呢非常棒 所以呢我們所謂的台灣MODEL 這位就是我們的台灣MODEL 就是台灣的模特兒 那所以呢這樣子 台灣MODEL這位總裁呢 他在提醒戴口罩 為什麼要戴口罩呢 因為呢 他可以讓你不要嚇到吃水的時候 好 那現在你看 這馬上立刻 在其他國家 那種對於口罩那種憤怒啊 這個恐懼啊 或者是這個厭惡啊 這些負面的情緒 因為其他的國家呢 他們在宣揚戴口罩政策的時候 他們沒有去用樂樂的這些部分 用開心的這些部分 各位 我剛剛聽到有各位有效 有效的都已經疫苗已經接種了 你以後 你以後再一喊到什麼 這個 這個口罩裡面藏有五居天線 你就一笑致辭 你已經不太可能 被這些假疫情假訊息所影響 因為你就會記得 支持很可愛的小群說 口罩是幹嘛的 讓你不要嚇到吃手的時候啊 肥皂請洗手 那這個事實上是我們台灣 在今年 我們對全世界 所有分享的台灣model裡面 最成功的意義 所有其他的做法 像剛剛有提到的 口罩洗明治等等 當然還過後來也都使用等等 它都需要一些基礎建設 但是只有這個 就是戴口罩是為了不要嚇到吃手的時候 肥皂請洗手 他們只要一使用這樣子的一種 合同技巧 真的他們對於口罩的很多陰謀論 就消於無形 因為他們本來在用的是一些 沒有什麼用的疫苗 甚至不能說是疫苗 安慰治療這樣子 那後面上說 戴著口罩是為了要保護長輩 有些國家是這樣講的 這樣子講呢 這個對於陰謀論來講 這個簡直是不堪一擊 那後面上說 我在家裡 我沒有跟長輩一起住 那我就不會養成戴口罩的習慣 那或者是說 有一些陰謀論會說 那其實長輩其實也不會喝啊 這個只是感冒而已啊 那長輩這個就跟感冒一樣啊 你也不用特別來保護長輩 所以意思是說 比如說戴口罩是為了尊敬長輩 那這樣子的話 他的癌是非常非常低 而且一謀論一來 他們就沒有了 可是我們說 所以說 帽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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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控制你的臉 就是你要怎麼 你要怎麼 補導這樣子的論點 沒有辦法補導這樣子的論點 就是Rational Self Interest 是有理性的 關於保護自己的事情 那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它會激發剛剛講的 輕社會情緒和社會情緒 然後平常說 我現在在便利上面排隊的時候 那有一次就是被害到說 我把口罩拿下來 然後拍照 然後再拿回去 但是呢就是這樣子 一瞬間 就會有人提醒我說 正文你要保護自己身體 你要戴口罩 那如果是我們是說 口罩是為了尊敬長輩 那旁邊人怎麼可能說 正文你不尊敬長輩 你要戴口罩 不可能嗎 就是你提醒別人 不尊敬長輩 就是幾乎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尤其或是周圍 但是 正要固執自己的身體 這個好像非常自然 大家都可以講得出來 所以它在社會上面的R級 不只是網路上也提到 所以回到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說 除了在一開始 當然要有媒體素養 這個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我們有一整個叫做 媒體素養教育的資源網 它不只是只是 剛剛講到的這個小孩而已 我們終身教育啊 一些長輩啊 教學跟學生資源 在這個上面都是有的 那目前也有一些NPO 在把它翻證上 台語啊 或其他的就是國家語言 所以這部分當然是可以參考 但是那個是有點像是 戴口罩進行手 強身健體等等這部分 但是真正要做的 還是要跟真正專業的這些 歡樂無法黨 或是政黨的黨 這個守護 歡樂沒有辦法抵擋 讓人有沒有辦法抵擋的歡樂 那這些開放政府聯絡人 這些專業來合作 那他用多國語言 那他也可以告訴你說 在室內要保持三隻狗狗的距離 室外要保持兩隻狗狗的距離 各位看完這個之後 可能就已經忘不掉了 那就是要像這樣的一種 心靈的疫苗的製作能力了 才真的能夠去把心靈的病毒的這個RX 讓它降低 有20多人們想要問說 我覺得您搜集資料 整理以及管理資料 還有搜尋資料 能力是很強的 面對資訊的爆炸 工作所需要 檔案的資料越來越多 常常花費很多的時間 來找資料以及找檔案 請問你們有沒有什麼好的方法 大家當然看我在這邊 這個 大家問什麼 或者投影什麼 這個確實是覺得很厲害 但是呢 事實上這個是有一個技巧 這個技巧是什麼呢 就是我把各位可能問的問題 我已經開了十個夜間 放在這邊 所以如果有人問到關於防疫的 或是當然是總裁就會來報到 如果有人問到關於社會創新的 那他們已經開過了 是這個風氣的地圖 如果有人問到 因為目前沒有人問 這個AI跟這個人類合法相處 那我就開AI跟人類合法相處 如果有人問到這個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下一題就是啦 那我就開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 那如果有人問說 這個你們未來會是怎麼樣的社會 我就開TG Plus 有人問到 那我想讓故宮的這個院長 對他這個 像什麼樣子感興趣 我就看一下故宮的院長 之類之類 那所以已經十個開在這邊了 那對我來講 其實這個好像是一個快取 快取就是瀏覽器裡面已經有的資料 所以不需要連到網路 我就已經準備好在這邊 讓各位問 所以各位有的時候 你們看到說 我在視訊回答像CMN或者BBC 或者其他的國際媒體 好像都是對答無理 我好像完全沒有在看稿 不一定是這樣 其實我是把稿 都已經放在螢幕的最上端 然後每個頁前開在那邊等著 那因為我的這個Webcam 也是在螢幕的最上端 所以聽到他問問題 我只要按一個CMN1 CMN2 CMN3切到那一個頁前 我就是看著稿子念 但是我視線看起來沒有離開它 那所以他自然就沒有 對答無理 我實在是太厲害了 所以我就說不要造神 還是有他的方法 OK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其實在資訊爆炸的時候 最重要的技巧還是 去把那個脈絡先整理好 然後每個脈絡 它就是有一個專屬的頁前 一次在工作的時候 只做這一件事情 那不要怎麼樣 不要你在工作的一半 突然間被打斷 然後去做別的事情 因為像在你的長期記裡面 這兩個不需要會在一起的事情 就會混起來了 所以呢 你如果要在資訊爆炸的情況下 保持工作的能量 那你就不應該去看脈 LINE就是最糟糕 對於工作和生產業來講 我一天只用兩次 就是剛醒來 跟下單之後睡醒 只有兩次 這兩次之外 我是絕對不會看脈 那我的手機或是我的平板 隨時都是在靜音的情況 手機也絕對不會跳出任何通知 結果也是提醒 那為什麼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確保我在這十個月前 其中某一個工作的時候 它會在我的腦園 會完整的脈絡 而不會中間遭到打斷 那我Email呢 倒是想想看 我每半小時會看一次Email 所以同仁也都知道說 如果真的有很緊急的事情 寫Email要比LINE來的快 因為我是把LINE當Email用 而把Email當做到LINE用的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反覆來用呢 就是因為 在一樣中有完整的脈絡 我工作25分鐘 休息5分鐘的時候去看Email 我只要看完一封信 我就了解這個脈絡 那因為大家在寫信的時候 不會像傳LINE一樣 我們現在如果大家就是寫一個群組 寫給在場的很多人 那然後呢 我說這個 今天大家好啊 安宋主 然後過了這個5秒鐘 再回覆所有人說 今天唐鳳要來演講 喔 送出 然後呢 再回覆所有人 那有沒有人要先提問題啊 問號 再送出喔 那這個很快就會被所有人抵制 大概都加到編名單裡 那個你的Email以後 他大概就送不到 直接跑到垃圾的片子了 那所以可見就是 關於郵件的這個社會常規 其實是你要從頭到尾解釋完一件事情 再來送出 但是在LINE上面就不是這樣 因為螢幕很小 打字門也不太方便 所以大家好像不容忍一次 想到一句就寫一句 想到一句就寫一句 所以大部分時候的那個注意力 就是在不同的列遷中間 不同的群組中間就會切換 那這樣子的情況 當然就會感覺到資訊爆炸 因為你等於在心靈裡面 那個脈絡切換 它在switching 所有的這個能量 全部都被這個用走了 那其實在人類的工作裡面 脈絡切換是最華麗切的 那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所有的flow 溪流的狀態 你大概切換兩次 就已經把它亂掉了 是絕對不可能繼續的 所以這個時候 大概就是關掉通知 每半小時看一次Email 那這個情況下 每天只看一張slide 這樣子的情況下 不管它一整天下來 到底想到多少事情 我就把它當作一封Email 把它看完就是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其實檔案跟資料 本來就是你每半小時 就要翻結束工作法 只做一個夜間的事情 所以我就可以在腦裡 一個很關心的脈絡 你問到什麼 我就在十個夜間裡面 開一個 那我可以拿大箱 有18號的朋友會說 這位啊 對本部參加工工政策參與平台 是否還有提升的這個空間 然後快到公職策 網路參與平台 我們的公職策網路參與平台 當然有相當多的分區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 參與室的審計的這樣子一個分區 那目前呢 我們有七個進行中的議題 也都還不錯 至少有相當多人關注 所以這樣子看起來 好像還不錯 因為它的議題書也好 或者是說回應書也好 大家不要看起來好像都是 各位書 這個二位書 比起我們行政院子期的 其實已經進步很多了 我們要看一下行政院子期的狀態一下 目前有兩個 那科技部的這部分呢 有物資回應 那我們在農委會排查的這部分呢 有零個回應 所以科技部是有無限的 對 有排查無限的這個回應書 對 所以比起來神奇部真的是跑不少 不過這個是屬於筆下有餘 就在一個中文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來看筆上不足 這個部分 筆上不足的部分呢 當然就是我們的提點子 我們的提點子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active 那目前這個包含什麼 BV槍啊 遠端教學啊 醫療用大麻 勞動節放假啊 校園志工 就是所謂的愛心媽媽啊 這個提高 這個對於奉公約差的責罰 建立任養的黑名單啊 這些都已經回應了 那我們最近查案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哪些 這部分是還沒report的喔 車輛定檢方式 雞飛城市 廢止這個 這個 其實要鱷批養動物 緊急請求 政府以無人間抗擊 扭轉氣候變遷為重 修正符合時 正義需求的飲食指南 自尋投資組合 那這個就不要撥到外面 本來就已經可以自尋了 那後面 終止清靜農場 綿陽秀表演 可以說是幾乎新聞上面 正在關注的議題 這邊立刻七千個人 五千個人 馬上就包上來了 所以這個真的很棒 這有個新奇運行雷達 這個作用 就是他快要我們發炉 那這些東西 在這個上面 總是立刻就可以 先找到痕跡 那好比上說 像這個 就是 我覺得真的很棒 就是 李奧納多堅持 畜牧業的陰謀 那所以 他就是要說 這個 極氾氣候變遷已經迫在眉睫 所以說我們要檢討 所以到底有什麼具體 要做的事情 原來就是要大家 多吃未來肉 多吃新豬肉 多吃各種各樣子的 這個植物的合成肉 才能做引到宣物上轉型 那這個也是 其實蠻不錯的 我應該去演出一下 OK 那最簡單的來講 就是 有什麼提升的空間呢 就是 我們在行政院的經驗 就是這樣 就是行政院自己 想要大家 討論什麼事情的時候 大家未必都能夠 一起討論 尤其是 他要是跨部會的事情的時候 才有那麼一些朋友們 願意討論 因為主要原因就是 他以前問不同的部位 可能給出不同的回答 像我們有一個 叫做Police的這套系統 我們可以看到 大家在之前 Police系統 最多人使用的 都是 向山致敬 向海致敬 等等這些事情 主要就是因為 山友們 以及海域油漆的 這些朋友們 他們在以前 從單一部位 沒有辦法得到 他們想要得到這些秘密 所以這些情況之下 他們說 真的還蠻願意加入的 就是向海執勁的開放部分 向海執勁的透明部分 服務部分 教育部分 以及責任部分 不錯啊 1375票 然後 我們也可以自動整理 成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沒有爭議的 法律上說 這些很具體 也建議 或者是說 大家都 吵得不休的 因此 現在還不適合 馬上還處理的 海域缺調 與眾無需限制 對 所以就是說 這樣的系統的好處 就是大家可以 立刻知道說 哪些話題 我們還是稍微 就是之後才來報認 哪些話題 我們現在就有共識了 立刻就可以來立法 或者是來制定規則 所以 運用Police這套系統 我們就可以 很有效的去把 跨誤會 不知道誰要擔的 那種責任 等等這種議題 靠群眾的智慧 要把它做到 但是 即使是同意 大家看到 五千多票 還是沒有剛剛隨便 任何一個連署案 五千票 七千票 那麼高啊 因為畢竟 人民來設定規程 人民自己就會動員 你來設定規程 你看 我們當時還要 特別拜過台訓書 跟開會會的小店 做一個什麼 最後的晚餐 什麼東西 海洋 動物館 等等的這樣子一張圖 去做到 所以具體兩個建議 一個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是 民間可以設定 議程的方法 不一定是 看有什麼方法 讓民間 不管是實體 還是網路上來設定 議程 進入審計 那就有一種好像 舉這個例子 好像不太好 但是我都想到 還是講出來 好像這個 看到違規的時候 可以拍照 然後請警察 來稍微看一下 到底算不算違規 作為兼具達人 但是為什麼 我剛剛有點猶豫 就是因為有些 本身先去磨人 但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審計過的能量 希望不會相信 他的能量 那樣子 遭到這個分散式 阻碳攻擊 對 但是如果有猛戲 就是讓大家來決定議程 那這個絕對參與度 比現在高很多 那在現在 大家自己設定議程的部分 如果可以讓大家 好像遊戲化 會不會POLIS這套系統 因為這個是POLIS.GOV.T.WU 本來就沒有說 只有行政員可以用 大家都可以用 這套系統 讓大家看到A-B-C 共同地方是什麼 不同的地方是什麼 在跨部會的 大量影響上面 大家比較願意來參加 這兩個具體的建議 那有14位朋友 能問說 請問SDGS跟疫情 有什麼樣的關聯性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不去故宮 趕快切換一下 好 那我們在SDGS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今年大概幾乎所有人 都在講SDG3 因為疫情是SDG3的原因 但是呢 我們在SDG3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說 光是一個疫苗 要怎麼樣 要哪邊配送 這個就非常需要SDG9的工作 SDG9如果沒有做到 就會沒有這個配送的可能性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也發現說 如果SDG9這邊 沒有換屏作為人權的話 那麼在疫情期間 幾乎什麼事情都沒有辦法做 因為很多時候 當我們沒有辦法群聚的時候 都必須要靠網際網路 來進行討論 那這一部分就是 十七就是 促進工廠實驗 和公開關係 它是依賴在舊上面 那在另外一方面呢 因為疫情的 就是發展的關係 突然讓大家發現說 本來他覺得SDG13 好像已經沒救了 但是他現在好像是做得不好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反而讓大家發現 而且全世界各國發現 原來達到減灘目標 也不是一件那麼困難的事情 就是因為疫情 就是很多地方沒有經濟活動 自然就沒有什麼要求 幫他開放 所以在某些地方 他還真的達到了他的減灘目標 但是顯然不是故意的 但是因為就是有風車 沒有辦法有這個活動 但是這段時間裡面 因為他沒有辦法 他必須要找到一些 替代式的進步的方法 他必須要找到一些 替代式的進步的方法 連著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負責任的事 很像被循環 意思就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怎麼樣用零廢氣的方法 來達到我們的 話題講說 線上的教學 我之前在疫情前 有參加一個叫 Gritual Island Summit 就是虛擬島嶼論壇 到個島嶼高峰會 我們在討論 怎麼樣在每年的島嶼 去建立永續發展目標的 急迫性 我們這整個高峰會 從頭到尾都是用 線上視訊開的 我們的賣點 就是從頭到尾 沒有什麼開放可言 因為不需要坐飛機 而且它是以島嶼作為中心 所以我代表台灣本島 洪湖還有一個代表 代表洪湖兩個島嶼 這些島嶼就是 概念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很倒 那這個在我們當時 不免被造作有點 特立獨行 標新利益 就跟某一位 直搭火車而不搭飛機的 這個Gritual 是一樣的道理 那或者是跟某一位 這個派得起前去聯合國 也好像是我 是一樣的這個道理 那但是呢 在今年這個 一點都沒有標新利益 聯合國大會 就是純西區在開國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突然之間 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有很多零飛機的情況 它也可以創造 涼化工作跟經濟成長 而且還不需要 回到疫情之前的那種 會造成開國化的這個情況 而看交易也好 就是Cap and Trade 也好 或者是 這種所謂的永續的金融 等等 都是因為大家看到 真正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而發現說 我的投資本來以為 很久才能夠有爆手 那是因為 就是本來那個PAU 就是像以前那樣子 造成環境覆蓋物 像後代提款的做法 因為疫情算是沒辦法做的 所以看起來 我一下子就有爆手 原因 因為青春人都會來這邊 你看看來那套 做不到 所以即使 疫苗真的 就是能連配送源問題 但是 我們誰也不知道說 我們現在是上2.0 其實嚴格來講 2.1 因為那個就是 Spike突出 已經突變過一次了 蘋果現在2.2 Meta 但是在出 那但是無論如何 就是現在在 就是平步2.7 但是誰也不知道 什麼時候3.0 會出現了 那如果3.0出現 最壞的情況 就是它每年出一個現板 對不對 上了SARS 2021 上了SARS 2021 上了SARS 2021 上了SARS 2023 好的情況 就是上次戰典的明徽 10年之後再出的這個情況 我們也還是必須要超前部署 預作準備 所以這整件事情 我覺得對於SDG 特別是氣候變遷 以及12下 就是負責任的 製作生日挑戰情況 您對新聞看看 現在變成一個險缺 在以前只要你不要造成 太大的負擔 大家就覺得好 可以滿意的產品 但現在你袖手旁觀 都已經被照封為良心 你必須要做點事情 才是良心的企業 所以像這個 我常放視訊 然後我就會分享 我這件衣服 身上這件衣服 它就是12個回收的 這個飽和品牌 然後再加上 5杯這個咖啡的咖啡沙 你剛好 做成就是全部的成分 做成的 所以叫咖啡沙 那就是所謂的Echotec 那它就跟Coretec一樣 很保暖 但是這整套 都是所謂的循環經濟 upcycling 那這個就給年無數 大家對以前有回收的影響 因為大家回收以前的經驗 如果都是在生資格的話 總是覺得說 那回收就是uncycling 每次稍微打一點點折扣 大概就有折扎 就有折扎的品質 但是現在之後 我常這些回收之後 變成經濟價值更高的東西 upcycling 所以upcycling的概念 也是在今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忽然變得非常的 就是時尚非常的好 因為大家發現說 人生的地球的負擔很重 我們不應該再向後代的子孫提款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都真的蠻多錯誤 那聯合國好像 今年的那個HDIM 人類的發展指數 也是用 你有沒有向後代的提款 來進行調整 所以本來這個人類發展指數 排名高的 也有些是其實是靠向後代的提款 來做到 他們排名突然往下掉 那所以這個也很棒 因為這表示說 我們有些外部的成分 雖然一下子無法呼籲化 但是現在的發展指數 是量化 至少都可以量化 所以外部成分 內部環的量化 現在也變成一個險缺 所以今年真的 本來我們覺得 要三四年才能發生的事情 好像壓縮在一年之內 變成一個新的 常態性的主流 這樣一個想法 我們偶爾還是來回應一下最新問題 有的朋友想問說 會不會拖延症 會不會從番茄中的工作法 變成番茄醬的工作法 這個是HTTPS 是安全連結 所以我打開一下 OK 什麼是番茄醬工作法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說 什麼都不要做 呆累積即將開天窗的壓力 最後一刻逼不得已 再把東西擠出來 好 了解 謝謝 感謝這位同學 OK 具體回答這個問題 我沒有同學講 但是我以前也有同學講 所以這是什麼 Alcoholic Anonymous 就是我怎麼樣成功擺脫的文言上 是這樣子的 我是在應該是2009年 2009年 當時我接觸到了一首歌 叫做Ansel 它是Let a coalition 看一下 這首歌呢 是1992年的歌 所以我在2009年再結束了 有點晚 但是呢 這首歌呢 它最後 有一句話真的能不能打到我 它說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終能夠敲響 就敲響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十全的尊主 就是夢寂寞 There is a crack the cracking everything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所以這個我看了這個之後呢 整個人就重生了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事情做得很壞美 那別人除了拍拍手之外 沒有辦法跟你建立什麼關係 你也找不到新朋友 就是拍拍手而已 但是呢 如果你事情做得不完美 那這樣子的話 大家都會很願意來跟你結交 這個其實是有一個叫康銀行定律 就是我後來就去查 其實你在網路上面 如果你投一個很好的問題 好比像說 各位在剛剛中文平台 都投了一些很好的問題 有的時候根本沒人理會 但是如果這個時候 有人會不會同人簽辦一下帳號 在底下提了一個很糟糕的建議的話 那突然間所有專業的舞蹈都會挑出來 那也就是說你在網路上面 要真的得到民眾回應的方法 就是你要提供一個很爛的解決方案 那這個時候大家都會看不順眼 誰在乎誰後悔 那所以這些專業的朋友 專業的舞蹈 全部都會挑出來 所以簡單來講 剛剛那個序銀行 要怎麼樣engage 大家 除了一開始是說 可以讓大家來設定移場 找到共同的地方 也許還有第三個回答 就是各位安排一些 這個你知道民裝 有安裝的方法 要按裝出現 然後運用一些按裝的帳號 來提供一些 一看起來就是 讓人覺得非常荒謬的解決方案 那只要一提出來 你馬上在PTT上面 就被推到這個報紋 怎麼會有這麼瘋狂的解決方案 那這樣子的時候 Andre會有非常多的朋友 再不好來提供 很專業的建議給大家了 說明這個來引擎那樣的建議 要來得人用了 那為什麼我就沒有脫炎症了呢 因為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是完美取的影響啊 我暫正時間到了30分鐘 我做到怎麼樣就教導啊 那教導之後一定會有錯字啊 一定會有問題啊 那太好了啊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啊 那最後來呢 就養成了這個八個字的口句啊 叫做開門造居 你行你來 那所以只要你被心裡 後面開門造居你行你來喔 那這樣子啊 你就絕會不會受到 不會延伸的這個困擾 因為反正你行你來嘛 就沒問題了啦 那所以當然你說 這後面還是不能夠有 玻璃心的問題吧 因為很多專業人士來的時候 他是抱持著一種打臉的態度來的 可是會有一些人身攻擊啊 所以這一部分要搭配那種強化玻璃 相耗的位置 就那樣子一種能力 就是說別人對你的人身攻擊 要完全不放在心上 甚至去喝口茶啊什麼的 那但是呢 在過程裡面呢 他就一有建設性的建議 就馬上跳出了非常誠懇的 非常感動的 感謝他 那這樣子的話 你的缺口還真的就會變成光的入口 大概跟大家過敏吃了 OK 那有十三位朋友問問說 那請問政府對於政府呢 推動SDGs的成效是怎麼樣 我是覺得啦 政府的推動是非常的有效的 那而且呢 也有很具體的這個報告 我們如果在社會創新平台 SI.台灣.GOV.TW 按看現況 社會創新發展地圖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政府的這個發展的這個現況 那但是呢 在社會創新發展地圖上面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絕大部分呢 根本都不是政府在做的 絕大部分都是民間在做 這是台灣的一個特色吧 就是大概都是 社會部門加上經濟部門 就可以做到大部分政府做的事情 那不管呢 政府也不是完全沒有做事情 或像你說按著地方政府 自願檢視報告書 作為的VOR 那你就可以看到三個連結喔 那就是桃園市 台北市 跟新北市 那所以呢 在這三個城市裡面呢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部分都做得蠻好的 就是在他們的概念裡面呢 我們要做新北市 極具發展優勢的潛力值 OK 好 OK 標題了 可以拿個例子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個 因為我是新北市 你 最新北的地方資源城市報告 然後 關於市場的話 講題安居樂業為目標 成為適合在居住的移居城市 永續發展的田線面合作 移居城市 安居樂業為主題 到底怎麼樣做到的 這個議程裡面願景 選做合作 等等這些議程 然後呢 那到底就是 因為各位是神經專業嘛 所以到底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東西可以看呢 我們來看看到底到第幾頁 會看到具體的數字喔 其實好像也還好 那到第22頁 就開始有很具體的東西出現 那就是他的這個撰寫的準則 然後呢 怎麼樣提升利害關係人的廣告呢 就是我們就可以去問這些利害關係人 到底這個有沒有真的開會會 那全球城市為來挑戰 他們是怎麼去回應的二氧化碳 他們是怎麼去看啊 等等等等 那據說 就是說當新北市真的就是寫出 這樣子一份報告之後 就對還沒有寫報告的另外三個度啊 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至少可能不能夠理系北市差了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以我的理解才從現在 是在錢國密補的寫 在高雄院中間有發現一些事情 那所以 就是當然就是一些腳步 可能會就是需要加強一下 那但是就是 無論如何就是 我相信六讀很快的 都會加入地方 所以就是報告 那當然我們一向都是 就是非路線市 是會參考比較近的 路的這個做法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可以期待的 那至於中央政府 我覺得中央政府它的一個特色 就是它要去把 當然不知道自己在解決同樣問題的人 能夠連結起來 然後去解決同樣的問題 那像我們的Bine Power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例子 因為我們的Bine Power 是任何人 它只要採購 它花的那一塊錢 能夠獎得出來 對SDG有什麼貢獻 它在社會創新平台上面有登錄 那它只要買到五百萬元一年 我就出來頒獎 所以 但是沒有獎金 所以 事實上就是 這些朋友 它就是 在自己的供應鏈裡面 都已經完整地整合了 它 這個叫做什麼 物超所值 就是它花了一塊錢 除了創造超過一塊錢的經濟效益之外 它也創造出來社會的效益 環境的效益 而且是可以給得出交代的 那相信明年 在今晚會的永續版 這個公司治理3.0上面 應該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參加 我們現在是一個獎 它每年的殘購還複大 大概6億左右 那但是 因為我們從開始對方 現在每一年都是剛好三倍 所以就是去年是3億 再往前是一遍無法這樣 那所以如果慢慢的 十二贏二死一 就R等於二 那應該就是 慢慢的做個變成主流吧 所以 這是我們就是把 各個坐在地區的朋友們 給出交代的情況 結合在一起的一個方法 那總共有一個 從當然也是另外一個方式 但是你說具體要到 很細節的數據的話 那可能六度已經是 或六度限時 它們手上的數據 會比較容易的蒐集 也比較容易的去跟詮釋 有十七位朋友們問一個很敏感的問題 就是總院長的限制的問題 近來予有機關 反應人力不足 業務負荷很重 那公務的人力不足 負荷重 好比像說 逃漏碎的茶盒也恆化人力 傷口意的違規也恆化人力 違法建築的茶盒也恆化人力 都不足 而這些會影響人民的權力強力 意思是負面的影響 那如何衡量公務人力不足的情形 有沒有改善空間 或是解決人力不足的一個做法 我們在剛加入行政院 這個六本部 我們推出一個的話 有時候碰到最大的阻力是什麼呢 就是公共行政替代理 因為很多事情 特別是一些雜事 那這個機關都會請替代理去做 那但是呢 請替代理去做 因為它是萬用的 而且也不需要什麼學練的成果 大家可能不來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數位的這些部分 比如說這個部位 但是後來 院本部就開始 這個公行替代理逐漸退場 院本部現在完全沒有公行替代理了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你只要一個單位 它的公共行政替代理退場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約品 什麼就是全面正規化 這兩個政策一下去 很多人就開始來招了說 那政委有沒有辦法 趕快倒入數位的技術 因為本來它是有點 就是類似這個 以靈為禍嘛 就是以這些TEM的能力 那現在他們這些事情 沒有落到自己頭上了 那我就 那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我並不是特別要強調創新 創新是最後一步 前面是先省時間 省出來的時間去想 怎麼樣降低風險 最後再次說這個創新的一些人 那如果你是反過來做 那很容易聽到一個很創新的技術 這個區塊鏈 然後你就做一套系統 然後乍看之下 可以節省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其實在你沒有看到的某處 某一位公務人員 正在報端兩個小時 因為它要新舊系統 都要上路 因為新系統無法處理 它全部舊系統的問題 這種形狀非常非常明顯發生 幾乎是每一個資訊系統 除非你在一開始留入第一線 承辦人 而且不是你的部門的承辦人 所有部門的承辦人的意見 不然的話以零為後 幾乎是 default 我還沒有看過哪一個 不是以零為後作為 default 甚至在跟民眾有些下 有些提供待辦服務 是幫民眾節省一小時的錢 但是它是靠護所有人員 報端兩小時去換的 那這種東西當然不允許 而且你每推出一個政策 就更不允許一點點 那到最後就會導致很多 這個不幸的非劇發生 所以我在提出這個協作的想法的時候 一向都是先去問第一線的承辦人 當作禮拜託是一個先求不上身體 就是不要報端 先求不上身體 然後先確定說 這個對大家都有節省時間 像舉例來講 像之前司法院也有來找過我一個案子 因為有逐字稿在我們那個C平台上都有 所以我就不講細節了 那他是說本來呢 我們不是聽男人 但是我認為應該是就是聽男人 會做一個叫做掃卷的一個動作 就是法務部去跟司法院交換行事安全的時候 因為他們當時覺得只有資本才是正本 但是呢 實務上面就是警察機關上交換的時候 大部分是電子檔 所以那叫做一個乍聽之下很瘋狂 你仔細想也很瘋狂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裂印出來的值得 你不但自己要掃描過去 而且掃描完之後呢 你還要把正本交換到司法院 司法院那邊 因為不信任你掃的 所以他還要自己掃一次 然後當然如果之前來不及掃完 他要跟他調卷回來 等他掃完 你應該不能用他的 自己還要再掃一次 所以一個句 我最後要掃三次 而且一開始是電子檔 列印出來 OK 所以 你像真人神實 完全沒有誇張 就是這樣子 所以 這是非常非常瘋狂的事情 但是因為 就是 本來是可以 你知道外部卡嗎 替代的音樂品是嗎 所以洗顏耳不行 那到時候都發現 所以不對 這樣真的不行了 所以他們就來問說 這上面一開始 我們是 稱為可不可以請行政院協調下 別例的預算 買自動禁止的燒藥劑 那都可以 好 對 那OK 自動禁止的燒藥劑 想必是可以省一些時間吧 但是這個問題難道不應該是 就說 那你可以數位交換卷證就好嗎 其實跨越協調 沒有人出來說 如果數位交換卷證有問題的話 那你可以找他負責 或者說 那我可以 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出來 然後我就說 數位卷證 你才要做這個樣的算法 怎樣 加密等等的話 那麼它應該是等於正本 那如果所謂的 端對端加密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負責 其實他們只是想聽這句話 其實雙方資訊室可能城市都比較好 對 所以有人出來講這句話 那他們就 也是在心背 前世來 事實上當然沒有問題 然後到人 到最高 現在已經全部都已經變了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 審理器的方法 投避像說自動禁止掃瞄機 這個就是你先想一想 但是也不妨買吧 就是說如果你有買 其實我們最後沒有買 但是如果你有買的話 至少可能要在他空一些時間下來去想 降低風險的那部分 那降低風險的這一部分 那必定要有人出來 就是像我啦 就是創新是各位的功勞 如果爛掉 我很負責 那也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為他同時問 那當然 對 那這個我剛才知道 我們就問必答嘛 對不對 所以是有這個回答的義務 回答義務 在日文叫做這個 說明責任 其實也就是 只要一個人 那風險這一部分 就可以降低 這兩個都做完了 那其實公務人力不足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會解決掉 可能六成左右 那剩下的部分就是靠創新 就是有沒有可能這個流程 根本就是不必要 根本就不需要來做這件事情 這個業務根本就可以減量 或者是說這個業務根本就可以透過一個 有跨屏來的方法來達成 好理想說 像台灣山山申請 你算是復活 這個想法並不是從沒有人想到過 就是如果在這邊有人爬山的話 可能知道 本來你要爬山的時候 你如果要經過國家公園 你要去國家公園管理處等級 那林務局 那山屋 山屋有的要抽籤 有的要排隊 自然保護區 內政部級鎮署 路山鎮等等 還有很多別的事情 那所以你爬一個山 可能要上四個網站 如果你是林貴般林 和樹般公 至少你不跑一趟就要老闆 而且可以認識 其實很有惡而不問 那但是如果你在網站上面 要貼四個 還是四個格式還不一樣的話 那可能對政府就沒有什麼好話講的 可能就會直接進入怒怒的那個狀態 那而且這還是假設你看得到中文 那在我們當時開始寫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就會講名字的上面的某一個單位 他說中文你可以線上填票 但英文的話 因為我們能夠看到另外一個有限 也只能要穿真的 那那個穿真的呢 的說明呢 可是用中文寫的 所以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 你可能不覺得台灣不能爬山 所以當時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 林販城最大的網站 它是有道理的 因為每一個網站 路緣線上信項 線上申請等等 它的網址是 Cpime.gov.tw 那這個Cpime 它難道真的能夠去管 OI嗎 它又不是部分部 它只是裡面 就是一部分而已 國中文管理處而已 那不要說部分部 它管到林務局 它也管不到 所以它當然不能在自己的話 站上面去採線 去幫它設計別人的這件事情 所以它最後就是說 它系統都會更新 可是每次更新呢 其實只是讓大家更難用 因為你還要習慣新系統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們當時就做了一個 台灣這個登山一站式的服務網 那這個服務網呢 不是現在大家看到的 這是五星版 舊版 它就是你要把什麼山內選 選了之後 它幫你開四個心事創作 然後你自己慢慢停 那這樣子 那所以在山友裡面呢 就引起了非常大的憤怒 那在這個憤怒上面 我們就把所有可能的朋友的能量 收割進來 其實就是會炒得沒有糖吃的事情 但是進廚房 它現在其實炒糖吃 所以呢所有最炒的這些朋友 都已經收到了邀請牌之後 那我們就去跑手邊 然後我們就實際來 爬一次山看看 那所以不是真的去爬一次山 我們要你一次爬山的狀況看看 所以到最後呢 我們就做到這樣子 一個很棒的事情 就是當你要爬這一個山的時候 那你要先經過西萊 主峰 北峰 南峰 二日 會聯峰 二日 那每一個呢 都好像自動帶辦一樣 幫你去連到後面的那三個 或者四個網站 然後去看剩餘的床位啊 銀位啊 身材量啊等等 如果有在線上用過那種旅遊網 有些會那個機票啊 加住宿啊 租車啊 什麼都幫你去辦好嗎 所以舊的網站既沒有撤掉 也沒有消失 我們是運用一個叫做API first 就是以API為先的這個處理方法 把所有的網站 本來人類才能操作的都變成機器人 可以操作 那機器人可以操作 因為每一個這個案子 它都不到一百萬 實際上也多不到十萬 那所以只要收上一千 它就直接做 因為這個真的做得要欺騙不到 那所以做完這些這個界階 叫做Holding API之後 那我們再請我們的一些年輕朋友 因為我們每一年 都會有三十位見習生 他們叫做Rescue Action by Youth 就是青年舊國喜公司當分 那無論如何就是 改造公布網站的熱血行動 那所以這些朋友呢 在去年 就由於主持條這個登山的網站 所以呢 他們就透過這個 剛剛講的方法第一線承辦 確保不會浪費大家時間 議題定義 化術草圖 定義整可操作原型 高齡整可操作原型 就實際把它做出來了 那去年是天上岸 那今年有很多 是跟地方政府 大家看到吉隆市 或者台北市民服務大平台 或者是那個 台中市政府的社會局 台灣就連同 或者是聯誼啊 吉隆市政府入口啊等等 那所以我是覺得 這是蠻不錯的 大家都有很多進行行動 所以就是請青年 從來沒有用過這把網站 也不會覺得這把網站很好用 對這些朋友們 那他從頭來想這個流程 但是實際上 後面還是基隆的系統 那所以這樣子 本來資深的山友 也不會覺得被逼要學新的 這個通常是最大的未必 承辦人也不會接電話 接到手軟 那新的這些朋友呢 如果他是外國朋友 他想要麻山 等一下 全部都把平衡畫 做得好好的 所以這是一次 蠻成功的一個創新 但是這個是建立在先接生時間 再降低風險 然後最後才是出了創新 那這當然一大部分 也可以節省 就是那個 傳證機能 會承辦人的事件 大概是這 好的 有13位朋友們問說 唐先生們曾經在2016年說過 Open Data是基礎 Open API是下一階段 目前行政機關 當然有推行Open API 但是看起來散見各處 是不是有規劃 像Open Data一樣 建立專訊 方便民眾 或者是審計單位 借鑑資料應用 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呢 我們在Open API的概念上面 它只是更新比較快的Open Data 你們要這樣子想 所以Open API就是建立在Open Data 那個基礎上面 那舉例來講 包比上說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題目 還是說我要求一下防疫 在防疫的過程裡面呢 我們有用到一個概念 叫做 Trusting Citizens with Open Data 我們要運用分散時障人這種想法 讓超過100個年間開發者 都可以即時的指導出 每個藥局到底有幾片口罩 那各位可以想一想 如果是按照傳統FOIA 就是這樣一個諮詢工開放 我們一天公布一次同期 其實是很對得起大家的 一般大概都是每個禮拜公布一次的 但是我如果每天公布一次的話 那就只有健保署說了算 大家除了相信健保署的數字之外 也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所以當時民間就有強烈的要求 我們不能每天公布一次 我們必須要至少每三分鐘公布一次 所以當時這個叫Reverse Procure 我們變廠商 他們變家房 但是因為他們的正當性高多政府 所以我們大部分就加入了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平常健保署自己做的那個見面就當機了 那是民間都跑得好好的 所以健保署就果斷的放棄了自己的查詢見面 在2月6號的時候 那他把查詢見面直接連到民間的第一度去 但是這個時候民間就可以寒假了 所以民間就說 你本來要一天更新一兩次喔 你們不接受 你要連過來的話 那你請你散熱就更新一次 所以我們當時就最後30秒就更新一次 30秒更新一次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當你的排隊有什麼 當天你看到50秒 那前面的人刷個健保卡 他一定變成50秒 因為當時一個禮拜是來的 所以如果他手上拿了這三張 一疊健保卡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56 瞬間變成50 因為是刷健保卡 這個叫什麼 這都參與式神奇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去確保說 口罩實名是 他真的我們說 一天買兩片 不會有人健保卡 然後特權 一刷下去買50片 沒有這種事情 那也沒有說 你要是按抗口罩 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如果我看到他刷了一個健保卡 58突然變成70 我當場就買1922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所有的就是參與的人 所有團隊的人 都變成審計的業餘審計者 可以這樣子講 那這個時候 他手上不管是地圖 或者是疾管家 還有linebot 或者是他眼睛看不太清楚 那他可以用Siri GoogleOS的System 最後有非常大量多的朋友 都運用這樣子的社會創新來參與審計 所以這個我們還是放在OpenBeta平台 各位的這個即時存量 還是在OpenBeta平台 但是你可以去看它的更新頻率 你去選隨時更新 那它就是以API方式借進 所以它隨時就是最新的那個狀況 那只要像這個 那你就可以找到OpenBeta平台裡面 所有更新 特別快的那一部分 那個就是OpenBeta 但我們並不是特別把OpenBeta 抓出來 為什麼 因為就是要花時間 它在本來每天一次更新的時候 它如果去放OpenBeta平台 後來變30秒的時候 我們弄它一道別的平台 它後來變30分鐘的時候 就要把你移回去 這樣好像很習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做法就是說 如果你的更新頻率是 比一定一次還要斷的話 那我們允許你把它叫做出API Access 但這個在OpenBeta平台上面 也不錯 因為它組合OpenAPI Standard 但你可以透過 就是 過濟器的方法 去把這些找出來 所以它跟OpenBeta是公用平台 不過當然 就是我在這個時候 還是要講一兩小字 就是說 口罩地圖有專有朋友 意思就是說 對於某些藥處 在二月初的時候 因為這個時候創新就是口罩地圖 碰到另外一個時候創新就是發號碼牌 那每個單獨來講 都是降低這個風險以及節省時間 但當這兩個加在一起的時候 就增加風險 而且浪費所有人的時間 這也是真的 因為它如果早上七點到八點 發號碼牌 拿了一個健保卡 讓你八百六點到七點再回來拿 那它號碼牌也就口罩一起換你 中午休息時間慢慢握卡 那這樣子的話 在口罩地圖上面 它看起來就是一片都沒有賣出去 直到十二點突然賣完了 就這樣子一個很奇怪的形象 那這個時候呢 就會有很多人去打電話 或者甚至是闖到鑰匙人口 說為什麼你還要把口罩啊 什麼上面說 還有啊等等 結果附近的那個 有一家藥區 它是在門口貼 不要相信 欸 金炭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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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炭堡自己上這四折 就是非常大的字 對 那我看了之後 就感到非常大的挫折 不過我是根本處理挫折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要去睡覺啊 就睡了八小時 之後呢 沒有那麼挫折 那也沒有無理性的問題 所以就把江明宗那個 百分代的口罩地圖上面 所有的鑰匙的留言 真正很多 看日文化 把它看完 那看完之後就發現出 這裡面有專業的五樓 其實鑰匙是專業人的視錯 你就地圖上面分成兩個嘛 一個是發號碼的時間 一個是連口罩的時間 去解決到 過 真的超專業人的心力 所以我們立刻就跟 鑰匙公會道前 然後過了一個禮拜 這個又把參與師審計 做得更好 夜 就是一個月審計 他到底是不是 在那個時候發號碼在一起 在那個時候發了口罩 但是呢 其實附近那個鑰匙的 那個S字 還是沒有測下來 所以我就去問他 到底為什麼發生這種事情 這個被審計 這個很困難 他說因為很簡單 他7點到8點發號碼 他7點20就已經發完了 有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7點20到8點 他還是接到很多分別的電話 所以他只把結分的電話時間 從半個小時 減低到四十分鐘而已 所以他還是覺得 你應該相信他 那我就想說 那怎麼有什麼辦法 他說 我也想想辦法 因為我最喜歡說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是我的辦法 你要怎麼辦 作為你行李來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好 那下次來我看看 所以這個時候 到最後這個階段怎麼做呢 就是我去那個藥群 那藥群很興奮 那就是 他時候你怎麼會成為一個方法 那不要跟幾個亂講 那我說什麼方法 他說在那個禁銷程的那個介面 每天進幾片口罩的介面 可以拿一個負號上去 所以他只要寫 500 他就是等於進了500片口罩 他的 但是是一個負值 所以他的倉書就變成負的 可能負300多 那負300多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來排隊人反而要給他補照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時候 地圖無法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OpenAPM上面 他的內容就會消失 因為我們程式無法處理負值 所以他只要P個-500上去 他就隱身了 他很高興 然後呢 他到了晚上 關店之前 趕快再重振 再補一個加500上去 那這個時候他明天 又會在地圖上面顯示出來 但是他為了忘記重振 他到明天 都還是在地圖上消失的 那所以他就很擔心 會被指揮官這個算帳 literally 算帳 那所以 他就說 那這個要靠近看 那我就說 好那我去跟那個 製作單靠玩笑 那所以後來呢 我跟健保書的朋友 就達成了一個心意 剛好那時候時候 會發現說 禮拜天跳去可以休息 不一定要買口罩 所以我們反而就要 實作一把體驗來拉下來 在這個就是地圖上消失 只有一些自願在周末 開始才開的功能 所以我就跟健保書 那你順便匯入一個功能 就是任何一天 即使它是禮拜二禮拜三 任何鑰匙都可以說 今天就是禮拜天 他可以稍微按一個鍵 就消失在地圖上 也不用自己付五萬 之類的 那所以這樣子之後 這個鑰匙 他們都是把那個撕下來 那就是F可以相信 因為他抱他一發文 他按一個鍵 他就從地圖上會消失 而且他當時也不會中午過牌 因為他其實發現 過牌速度還蠻快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到最後這兩個社會創新 終於不會是 那種水火不容的 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我講這麼多的意思是說 並不是參與式神器 到最後就會結大歡喜 有的時候就是大家在 參與的過程裡面 會因為大家參與的事情不同 或參與的方法不同 或就是社會創新的方向 如此痛苦 但也有時候會爆炸 那我們要解決爆炸的方法 其實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就是還是保持Open API 不要因為常常就撤回Open API 但是去讓所有的資料使用者 說他們會明星以來 我們即使過一遍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有13位朋友問說 違法的旅速主要分為三類 一 違法旅速未經規定 就是字有點多 好大家講 違法旅速主要分為三類一 違法旅速未經規定允許 但經常會經營出事業務 屬於旅館後名所 在維護旅速一半 我怕他就過善 或他經營的觀望 屬於旅館後名所 三 第十足套訪 原來會會經營出事業務 屬於旅館後名所 如今多位 現今多位專業經營出事業務 想通常主要 通過NR面B點國際地方 屬於旅速主要分為 全如他利用資訊科技 詐欺無貴為 確違法旅速 好 那我講 念的大概已經 立法原來為 好 來我自己的專業 好 那醫生人真的很厲害 我大概 因為之前在很早以前 有處理過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 非法旅速這件事情 它主要還是因為 在那個地方 它確實有這樣子的需要 那有這樣子的需要 那這個攻擊是有限的 那所以它無論如何 就是NR面B 其實有點灰色 因為它沒有合法 有非法的這個部分 但是如果就是 你完全讓這個 灰色地帶沒有出現的話 那它就立刻轉往地下經濟 那地下經濟 其實也是完全遭到的 我們當時 在處理屋本的社會 也是同一個概念 所以它主張說 沒有職業駕駛的這些朋友 它只是上下班 順便接個陌生人 然後做他一點工本費嘛 然後我們就說 你那你上下班 兩趟跟你接了二十個人 是怎麼回事 那時候這個上下班 就是你知道 就是它比較有公益責任性 它想要這個 推廣工程 什麼之類的 然後其實屋本 對 但是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你與其去跟它交纏 什麼是共享經濟 這個是不會有人贏的 就是有人會說 什麼 它實際上沒有工程 所以不能叫做共享經濟 但是支持的那一派就會說 沒有它共享是它的時間 所以是可以叫做共享經濟 這個是絕對沒有贏家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當時其實最簡單的想法就是 那搬家到底有沒有什麼共同的價值 那這個其實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處理方法 就是我們在當時處理Uber跟Airbnb的時候 都有融合一次期望 那Uber的時候呢 搬家的共同價值呢 有一個是我提供的 就是說我覺得 我覺得不管最後到底它要不要合法 到底算足利還是騎乘 到底要職業駕照還是要一夜騎乘 也是都不用 那無論如何呢 做後座的這個人 如果發生了意外 你不能讓他沒有辦法領到意外賢 所以你不能夠把這個意外賢的成本 全部轉嫁到 然後搬Uber的這個身上 這是不公平的那個乘客 是無辜的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不管是Uber的司機 計程車的司機 Uber的乘客 以及所有其他人 沒有任何人反對這個觀點 大家都同意這個觀點 這個是真正意義上面的共同價值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 納稅到網纜館等等 大概收容到了五六的這種基本觀點 那我其他人的這種學理上面的 就是到底什麼是共享經濟 我們就放入瓜號存而不論 那但是 大家絕大部分都可以接受 這些共同觀點 我們就把它做成 就是多元化的計程車方案 那當然 那個問題中間 稍微小抵抗了一下 但後來發現他們沒有辦法抵抗 因為這是包含他們自己的司機 在內都同意的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就不得不同意 所以後來他就註冊變成 應該叫QTaxi 現在已經是一家台灣公司了 也是台灣的車隊 那當然就是LineTaxi 或者像台灣大師 對現在也有多元化現實 像特朗普工啊等等 這些 就是不要變成比挑票還要便宜 不要Atercut這個市場 但你可以提供個別化的確率服務等等 但是這個就把灰色地帶 黑的部分白的部分 你要畫在哪裡 這個是靠所有的利害關係人 來一起討論一起建立的 那DNB跟Uber有一個很像的地方 就是每一個地方政府 對於他的這個公共利用的 %數以及哪些是應該要 私人市場競爭的%數 在每個地方是不一樣的 在Uber當時有些偏向 他求知度怎麼說真的 他連白拍攝都 基本上等於是不去查期了 因為在某些這些偏向 只要有人願意提供運輸服務 他就非常的感激他 那這個時候肯定會有一個不同的判斷 那在其他地方他競爭已經保護了 他根本說不是很想要再把車牌出去的 但就會變成說 他的Cota有些可以移到怎樣 所以後來交換部局有一個 辦理Cota的方法 來寫到這個計程車的車牌數量的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這樣子的做法並不是說 一開始去說非法或者日租 或者是違規的旅宿 而是說先去問數 那在一個地方政府 他覺得所謂的Purrito Optimization 就是在不犧牲任何一方的情況下 有沒有哪些還可以讓某些地方變好的部分 那在每一個地方路徑一定都不一樣 我不是說一定要投影 但是必須要有這樣子的討論 那有這樣子的討論之後 在那個地方你適度的去授權它 有這樣子的規則出現 那等到有 就是通常就是六度裡面有三度 就是有行駛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歸納 這個情況變成全國通用品的準則 從我的角度來看 大概是這樣子的處理 其實觀光局其實也是 在往這樣子的方向來處理 然後我們畫方忽然轉變 十三位朋友們說 在之前不久 台大本期之內有三位同學尋轉 引發外界對於精英學生壓力來源 以及處理的討論 其實無論是所謂的精英學生 精英的社會人士 也可能面臨難以向人訴訟 或者內心的苦痛 對於類似的事件的看法 或者建議是什麼 當然我們永續 今天還是在講永續 大家如果對永續這兩個詞 覺得說不夠短話文 那我通常解釋的方式就是 所謂的永續 就是讓我們登出的什麼的世界 比如我們登入的什麼 要來得好 我們都給理解 我們做永續工作的就是 不要去提後在子孫的話 就是我們登入的這個世界 可能很不完美 我們登出的時候 讓它稍微好一點點 那這樣子就是算是 有做到永續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有三位同學提早登出 或是到自然壽命再登出 那這樣的話 當然他們的貢獻就有限 因為他們本來可能 可以貢獻更多在永續上面 所以我當然不是很暫時提早登出 但是呢 他提早登出 當然是因為他別的可能性 都已經全盡了 他才會去找到 這樣子一個強制等出 自行強制等出 大王路線 的這樣子一個做法 但是他前面也有什麼途徑呢 好比像說他可以休學啊 很多他壓力太大的時候 像我自己小學二級的時候 我就是休學 那為什麼我休學 就是因為當時的人 很多大人跟我說 這種霸凌的情境啊 你靠第一名 第二名 這個極度你啊 你或社會上一定會碰到啊 所以你現在你還是要 培養這種心理的韌性喔 但是呢 我當時就是說 不是這樣子 就是好像舉重選手 你在你的那個量級裡面 tump or pump 你確實舉重 是可以練自己的肌肉 就是韌性 恢復力沒有做 但是呢 你如果硬要說 不合一的是磨裂 你去取超過自己量級的那個重量的話 那就是可能就是經濟不斷 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可能終身三級嘛 所以就是說 每一個人能夠承受的那個狀況是不一樣的 你在一定的程度上面的 合力的叫訓練 那再超過的 那就叫霸凌喔 對不起 那個是不能夠忍受的 所以 當時我就是選擇休學 那我休學去做什麼呢 我休學跑去練心理學 我去看什麼 皮亞吉啊 蒙特索里啊 薩提爾啊 很多啊 就是在解釋 為什麼八歲小孩 會去霸凌別人的這些書 我大概在任何年級下學期 都看了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當時就發現 原來是一個解釋的問題 不是他的問題 是因為他的家長 如果他沒有考到第一名 會打他 那為什麼他的家長 要做這種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因為他們對於這個 人跟人之間 個體的競爭啊 有一種很不健康的想像 因為他的家長 自己的自信心 也是建築在 往外面的這種status 就是相對的比較上 而不是在內心的這種 自我完成的素養上面等等 這些書上都有嘛 所以我這個二年級下學期 看完這些書 我就覺得說 那我也可以有貢獻啊 我也可以投入教育改革 去讓未來不會是個人 跟個人競爭嘛 個人個人只有合作 團隊跟團隊 正體跟正體 才來競爭嘛 那你現在好像也做了一些 這種事情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不管是不是精英選手啊 就是任何人啊 如果你把它的注意力引到 然後說 你可以休息一陣子 而且你休息的時候 可以去想 你不舒服的事情 結果上 未來怎麼樣可以不發生 那這樣子的選擇 總是比登初要來的好 總是比自殺要來的好 但是 為什麼他沒有這個選擇可以選呢 很有可能是因為 他旁邊的 就是當年報名的那一位同學 在下山上去開房 就是說 好像就是你休學就是 路舌啊 什麼東西 會沒面子啊 或什麼之類之類的 那這個是很不幸的 這樣子一種狀況 那尤其是因為 如果他是大一學生 或大二學生的話 他說你還沒有成年 所以他如果要休學啊 或者是他要自己去 倒內移民啊 或去像我當年是 倒去泰把族那一邊啊 就是去體驗一個 不同的文化的話 可以抬到他父母簽字 那所以呢 我們目前有一個 很具體的一個幫助 就是很快 立法院說 再不通過18歲就成年了 所以呢 這個高中生不要念大學 大學生要休學 大學生隨便還愛做什麼做什麼啊 家長都不能再說什麼 因為他已經是成年人了 從20歲正式降低到18歲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 他會覺得好 那我是大學生自己決定 他跟他的父母相處 也會是成人跟成人 而不是小孩跟家長的 這種相處的這場模式 那你越往這個方向做 他自己對於休學也好 稍微休息也好 去休息也好 隨便吧 那這些選擇都會變得更大 因為他在家長的掌聲 不是很重要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應該是就比較不會有 能處理問題吧 大概是這個 所以就是如果各位現在 繼續工作過了 的話也可以 謝謝請教這個 現在離了一年底 還有十年 我們就把他用完了 OK 那十六個門問說 政府跟社會企業 跟民間的企業 要怎樣來協作 共同來推廣SDGs 這大概有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在那個 SI台灣 就是社會雙型平台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 很好的例子 那在這邊呢 就是我們只分享 這個社會雙型 下派社會雙型合作者 以及總統被黑客森的 段訊的一些例子 那這邊 我想先問一下 是不是大家都已經知道 是不是總統被黑客森 我還是請介紹一下 總統被黑客森 是我們跨部門協作大城 同續跨城的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每年 會在網站上面 請大家隊友去發展來許願 這個許願池 願意來解決大家 許願的問題的朋友 可以組成跨部門的團隊 跨部門團隊呢 就會好比上說 這是第一屆的 五位冠軍之一 搶救水寶寶 那這個是台灣自然水公司 一個簡陋人 他也拿一個聽整器一樣的東西 在那邊聽水管 他如果聽到有漏水 就來修理這個漏水 這當然需要創意 但他如果聽到沒有漏水 那他這一天就是感覺 就是聽到一些沒有漏水的水管 他就能做希望 有意義 但是這些年輕人 瑞銀交入總統來越科總 所以裡面就有一些什麼 政大的學生啊 這個HTC啊 這個紫色會一些年輕朋友啊 甚至院本部的一位朋友 全部都跳起來做什麼 寫一個Linebox 寫一個機器人 讓師傅一醒來 就告訴師傅說 欸師傅啊 你附近這三個地方 最可能漏水機率百分之七十 那他怎麼知道 他用STARTA 就是水壓水流量的那個 工業間監測的系統 所以他用真正的實體 不知道有一點 這真正AI啊 就是輔助之科技的這個方式 需要師傅一天放三個地方 至少有一個地方吧 大概一聽說是有漏水 所以師傅他做的就是有創造性的工夫 這個時候他的人類學過 比較願意跟他學 因為真的學到的東西啊 那那個韓融的部分 全部都交給這個機器人來用 那當然我們在歐門不乏這種創意 但是大概這種創意呢 他到了他的那個科長的這個層級 那可能因為他的預算真的有限量 他就只能在一個試點做 做了之後呢 他也沒有辦法在稅谷上面的掌管 然後就沒有了 就是大部分工夫人的創意 到這個點就沒有了 但是呢這個不太一樣 從我們來說很多都是社會團體提案 雖然我這個也很誠實的講 很多社會團體的提案 我一看他的那個新聞啊 雖然不是很表演 但他的新聞啊 就知道是科長自己寫的了 就是說大概只有工夫人才會寫那樣子的文章 但是呢 因為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可以說我是請工家 去參加社會部門提議的一個活動 所以如果中文章中 最後什麼都沒有做出來 他完全沒有風險 那所以這個他抽屜裡面那些案子 都可以拿出來請民間部門來 但是如果呢 他得到了像這個 得到了這個第一名啊 就是每年五個卓越團隊 他就會獲得一個獎杯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這個獎杯呢 是台灣的形狀 五條片 手的玻璃 底下呢 有一個通風機 你只要一打開呢 就會出現神助牌 也就是通風 翻證給你的畫面 那這個通風翻證給你的畫面呢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在公布門裡面 也就是說 你的科長 在上去處長 如果你的局處手上 說還在沒預算 這不會影響 然後說真的還有一些預算 所以你也會要翻一些預算 那如果這個 他們說真的要 來法規啊 我們局處沒有那麼有利 要去請護主密 來協調 護主密很忙耶 那你只要跟主密這個 可以想要組裝 我們來協調下法規 那不行 因為這個是一個承諾 就是總統說 你在花這三個月做的事情 我們接下來 我們用盡一切方法 讓他落地 讓他達成 你要法規 我們來調法規 你要認識 我們來認識 你要預算 我們來撥預算 但無論如何 他就一直管好到 他落地為止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民間設定移成的 這樣子一個方法 但他必須要很好的 永續發展 那所以呢 我們在就是每一年的這個 前世巷 大概都是會看到 都是AI乘以CI 那會非常多 今年的前五巷 幾乎全部都是AI乘以CI 就是輔助式的智慧 然後來加強所謂的群眾智慧 那這個群眾智慧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在社會部門真的是 是不是真的社會部門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是說 宣稱自己是社會部門的這些朋友 它是非常的有創造性 那這些創造性是具體的比現在 環境上說像這些朋友 他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這還真的是社會部門 因為這叫社會部門 因為這叫社會部門 對那它是叫社會部門 就是我們出門會買到 特別的人就是會買 揮帶說服的人就是會帶 雙方都無法說服彼此 這是一定的事情 都已經要成習慣了 但是他們就是另屏行星 他們弄成很像寶克風的一個遊戲 但它就是要你連續五十天賺錢去 怎麼賺金幣呢 就是拿遊戲的儲存道具 去旁邊的助水園去助水 一起回報它到底是冷水 熱水暖水還是冰水 然後在底下就會開始有討論 那你知道收集金幣 還有什麼結束 搭到成為任務什麼東西 就可以去換什麼當地的 這個設計做的 像是外農品的那種茶飲料 那然後呢 它還可以召喚出類思想 就是你知道販產 大榕樹底下一個水庫 在地的特色店家 然後你有時候一起去做一做 除了裝飾解鎖任務之外 也可以更了解在地的文室工作等等 其實它根本就是一個 社區重點營造的一個計畫 但是它包裝成一個 數位社會創新 就像好像寶克風一樣 然後取了一個很好名字 然後它又跟另外一個冠軍合作 所以在你裝水的過程裡面 由於正式換取裝水 而按照太陽的角度 風向等等 擴散條件 氣溫 氣蒜 你很可能會熱中暑 那這個時候 這個樣子就會主動提醒你 說趕快去裝一點水 這樣子就不會中暑 那這兩個一結合起來 你過了50天 你就養成習慣了 不知不覺時間 你就不會再去環保特瓶 那不知不覺就是減速 那事實上 它是會顯示出 它到底因為這樣的關係 減少了多少塑膠的使用 所以講到最後 它還是減速用的 但是它就是用一個射造的方式 達成減速 但是根本就是看起來 好像是一個遊戲 這樣子的一個處理方案 那這個方案當然是 跨路門的溝通 但是在一開始是 非常需要 就是環保署 在每一個地方的 飲水機的水質檢測 的那個量調 如果沒有那個 OpenVPN的話 它其實一開始那個點 到底要怎麼補 是不可能的 大家一定需要 補水 一定需要第一桶水 就是這樣這樣 但如果這個第一桶水 那就透過這個總統 可以從協到環保署 所以現在到環保署門口 都可以看到 很大的共產值的表情 那我只舉這個例子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但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五個真的都非常值得了解 包含這個在 就是顯示的公有土地 大家可以用AR來想 如果裝出一棵樹 大家怎麼來顧這些樹 您的朋友合作了 或者是說 你不用在家裡 也練習裝了任何東西 用外面的智慧電子 就可以推算 到底是平價 還是有奇蹟的問題 那或者說 你當超市裡面 掃了一棵名單 出現不成的價格 而是它的價值 就是它到底是 破壞了環境 還是是承受的環境等等 那這些都是很好的 射手的案例 有空的話歡迎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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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